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末 你是哪一个? 你这只不会看 你有拿天吗? 这个伯拉帝是留给我们老人家做的 你哪里会老? 我66岁啦 66岁怎么可能? 你要我拿衣服给你看人家相信啊? 我OK咯 你又看我拿给你看 让我不是很烙鬼 讲妙话啦 你66岁那么超级 肯定你不是66岁的 哇老爷 鬼大喊 哪哪哪 快看 起来 啊 你看啊 这边写 给我的客户有特殊要求 你有什么特殊要求? 老就是特殊要求 可是我的手离开了 我应该比你更有特殊要求 你只是手段 不是脚段啦 还可以站起来的 来 起来 起来 叔叔 你看啊 你66岁了 比我更健康 比我还有更有肌肉 等你站啦 哇 你们年轻年的规则是这样啊 你知道吗 以前新加坡 只是一个飞行园 没有我们这些老人家 哪里会有这样成功啊 新加坡 现在这些年轻的呢 不懂得怎样 我们这些老人家 什么叔叔 我不要跟你吵 你赢啊 你赢啊 不是赢不赢 你要照顾我们这些人啊 好 给你 让给你 我家家睡觉 来 为什么你做我的座椅 我觉得我比较抵着这个座椅 为什么你觉得你比较抵着这个座椅 我给你看我的育定性筷子吗 诶 你今天几岁啊 20 20 20岁就结婚了 所以跟你说我结婚了 还没有结婚就 就那个 你看那个图 那个妇女肚子大大就是患 你的肚子有大吗 王哥 你看这个图 老人拿着拐杖 你有拿拐杖吗 来 来 你要老实说 谁比较选择这个座位 跟他一段位给谁 啊 说 他 他 他 哇老耶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不懂得怎样障碍是老人家 新加坡真的有没有这些人啊 这里是没有我要救的啊跟你讲 哪里可以啊 你看 就是 这种年轻人 这 你说 你说 我要下车了 好 其实 我不是真的怀孕了 我跟他开玩笑而已 好 好 好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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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